大家好,我是老孙 关注我每天分享实用的养鱼知识与技巧 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种 适用于小鱼缸的懒人养鱼过滤神器 先带大家看一下老孙的这个缸 这是我买的一个超白的裸缸 长度是42公分 里面放的是我仅剩的四条老头鱼 这个缸主要是放在我办公室的绿罗的花架子上 搭配着还非常的好看 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后面的这个 一个小型的过滤筒 我认为这种小型的鱼缸配合这种小型的过滤筒 这两个搭配简直就是懒人养鱼的过滤神器 再来看一下现在这个鱼缸的水质 这个鱼缸放进来于大概已经有二十多天的时间了 由于我放的这个鱼的密度不大 然后还有这个过滤筒 二十多天以来我一次水都没换过 你看现在水已经耗了好几公分了 基本上不怎么用管 像这种过滤筒啊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一体化集成度非常高 它里面内置了水泵 你也不用再专门弄水泵 也不用再去专门买过滤棉 它里面也有过滤棉 你只需要把这样的过滤筒买来之后 放进去一点绿材 然后把它通上链 让它运行着 就基本上不用管了 什么时间你发现它这个出水口 水流量非常非常的小了 那表明里面的可能绿棉比较脏了 拿出来清洗一下就行了 如果是这种小型的钢能放20多升水 30多升水甚至四五十升水的 并且咱们的养驴密度不是特别的大 那这样的一个小型的过滤筒 完全可以满足需求 根本无需打理 你看现在这个空气钢的效果非常好 而且20多天这个钢壁我也没有擦 如果擦一下效果会更好看 我这里呢有一个新的 这个新的是我打算过两天录视频的时候 放在另外一个钢里用的 当然了这个过滤筒 这个过滤筒我就不给大家推荐 具体是什么牌子了 我认为对于这种小钢来讲 你用什么牌子的这样的小型的过滤筒都可以 这个过滤筒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比如说我的这一款 我的这一款 哎呀说来就历史悠久了 老孙现在已经算这个30岁的油腻大叔了 我十二三岁初中的时候养鱼的时候 就用过这一款 就是这个型号的一模一样 现在没有变 这一款过滤筒 这一款过滤筒是日升的CY20 价格也就是五六十块钱 它的这个特点啊 一个是非常的静音 运行起来不离近 仔细听 几乎没有声音 而且这个过滤筒 它里面自带了一块滤棉 咱们在旁边放一些滤材就行了 我用的是中空实音球 效果非常的好 这个你看 这是它的盖子 盖子里面是内置了一个三瓦的水泵 它的流量是200升 每小时 对于养殖密度不大的 20到60升水体的这样的小型浴缸 用它 哎呀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省事 最起码 你看老孙的这个缸 我甚至一个月不换水 然后不去清理这个过滤筒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 当然我这里也不是给大家带货啊 我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 这种小型的钢 用这种小型的过滤筒 简直就是懒人养鱼的神器 一个月两个月打理一回就行 根本放那里平常不怎么用管 而且它们的配件都非常的齐全 你看 这个是一个挂扣 可以把这个过滤筒 挂在这个鱼缸的钢壁上 包括这些所有的管子 它的过滤筒都自带了 集成度非常的高 买来之后装上绿材 通上链直接用就好了 行 那这个视频咱们就聊到这吧 我是老孙 关注我每天分享实用的养鱼知识与技巧 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